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8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這也是本台的繼續緊急呼籲 由於我們本台的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 同樣地面對的就是盈利戶口被封鎖 即是我們的兩條頻道 一個是星期二得道 我們的主頻道 一個是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我們兩個後備頻道同時間 也是被 封鎖了這個免費目的 我們目前 會繼續廣播 不過我們就 面對 是被封鎖這段時間 徹底 是難以經營 這個確實是一個壞消息 但是也沒有辦法 來到 今天 只能夠繼續做下去 我們的應急策略之一 首先 第一 我們會把一小部分的節目撥到Patreon裏面 做回這個獨家 一方面 嘗試繼續維持著 現在的營運 另一方面 也是回贈我們Patreon的用戶 希望大家體諒了 我們也真的誠意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由於Patreon的系統 而Patreon 忽然之間 有問題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Patreon支持 而Patreon 亦的系統曾經多次把我們訂閱了的 聽眾彈出 所以請大家 留意一下 檢查一下到底 有沒有Patreon系統將你彈出 我們這段時間會盡量維持回正常的廣播 而我們目前會嘗試 因為反正 兩個頻道都被停止了 廣告 我們可能會是兩個頻道 都繼續上載 我們正在調整到底 哪個策略比較好 可能我們會先上在這個後備頻道 再在較後時間上回到這個主頻道 請大家注意 我們可能會再做出 時間上的調整 原因是因為 戶口 始終也需要繼續 要激活 所以請大家注意 在兩邊 你也可以觀看 最好 大家就兩邊都記得觀看 雖然現在 目前沒有廣告 我們回來了 這一節要繼續研究 這個加拿大 溫尼伯事件 這個加拿大溫尼伯事件 還有更加多的後續 而且 這件事更加是揭露了 香港的這班官員 根本 是一班 是一點用都沒有 的一班廢賊 包括這節要說 陳國基 陳國基 就是淪為 一個國安錄音機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現在這一班國安官員 無論他們跟國安有沒有關係 明明是政務司 由於這一班人 就是好像 信了邪教一樣 他們覺得只要 念咒 自己就能夠保住官位 所以這一班人 在任何時候 發生任何事件 有你沒有你自己 做漁農處也好 財經及 庫務局也好 做地政處也好 做政務司也好 做律政司也好 有你沒有你 其實是欠在財政司 陳茂波就沒有陪他們 沒有一直搞金融 一直跟你說要符合國家安全法 除了陳茂波之外 所有這班官員好像是念咒 有你沒有你出來就是念咒語 要國安國安國安 陳國基 已經成為了國安錄音機 以後他的新花名就叫做錄音機 在加拿大的 瘟尼伯 Winnipeg 舉行的警察 和消防運動會 就是在6日正式閉幕 由於這個瘟尼伯事件 觸發全球的香港人關注 在當地的香港人組織 也號召香港人 去示威 結果 發生了這個閉幕的時候 一班警察 好像死狗一樣 又不敢還拖 有一個叫做錄秋Sir 不知為甚麼香港的警察 零尾喜歡叫人錄秋 那個叫人來吧來吧 錄秋Sir 被其中一位示威者辯認出來 然後就問他 你不是很厲害嗎 你經常最喜歡叫人錄秋 他們 很尷尬 又有鏡頭 又不敢說話 垂頭喪氣 灰頭吐念 然後 就是一直面對著示威者的叫罵聲 一直就是無奈 又不敢還拖 繼續舉行這個閉幕 由於 香港的黑警的行動 在加拿大引起廣泛的關注 而這班香港的黑警 去到加拿大 絕對不會有執法權 他們又不是國安 他們 又不是中共特務 如果你是中共特務 其實死得更快 他們既沒有國家的支援 有的 只不過 運動會開頭覺得自己人多 恃著人多勢重 所以其實這班人是一班傻瓜 這班傻瓜現在甚麼都不敢做 因為加拿大 無論是政府 警察 還是議員 都對這班警察 在加拿大的活動 特別關注 懷疑他們在收集 加拿大的香港人的資料 所以 造成了閉幕的時候 出現的示威場面 整班人好像是鵪鶉一樣 結果 香港的陳國基 就像鄧炳強 李家超 變成了錄音機 出來有理沒理 繼續 將大量 跟國安 相關 的詞彙 以及 廣告 出來就像錄音帶般播放 其實走到今時今日這個地步 你已經知道這一班 靠 念國安咒語上位的人 其實他們已經到了極限 香港已經有 大量的建制派 都對這一班人 相當之不滿 因為這一班人 是甚麼都不用做 只要 有事出來大念國安咒語 陳國基就像錄音帶一樣 又說這次加拿大 溫尼伯事件 是 證明了亂港勢力仍然死心不惜 說他們趁機作亂 又說借著不同的藉口和場合 抵毀和挑釁香港紀律部隊 肆意抹黑攻擊香港 企圖破壞 香港國際形象和繁榮穩定 叫人 要認稱 亂港勢力 的卑劣真面目 原來除了念咒之外 跟 外交部一樣 就是把大量的廣告有你無你背重一次 實際上 作為政務司 香港紀律部隊的東西根本就不關你的事 第二 既然你那麼關心這一班 在加拿大的黑警 又不見你去保護他們 還不派出國安 去調查 查不到甚麼 黑警的大頭相 現在全世界都有 你們可以做甚麼呢 是不是繼續去 調查 香港的黑警 香港的黑警反而是涉嫌 在加拿大的運動會 勾結外國勢力 除了在香港查人家家人之外 找人家的親朋戚友 到底 你這班 國安念咒的人到底其實 你還可以做到甚麼呢 寫文章 寄信 恐嚇傳媒 開記招懸紅通緝 找代理人抹黑 潑污水 作故事 叫人不要唱衰香港 你除了 不停重複 做以上那幾個動作 到底這班國安鷹派 還有甚麼可以做呢 差不多 他們可以出的招 出齊了 我認為他們 去到搞人家人 搞人親朋 親朋友 是已經 他們覺得是底牌來的 現在 通緝八個人 八個人說不怕你 然後不停去 聯絡他們的家人 還有下一步可以做甚麼呢 繼續搞豬狗族 你夠膽就快點做 不要只是搞那些 民主派 反對派的家人那麼簡單 你要將他們過去認識的人 全部 通通要抓回去調查 除了可以走到這一步之外 我看不到他還有哪一步棋 可以繼續走下去 他們到了極限了 當你去到 舉個例子 你當 找我家人 找我的朋友 找我的親戚 你找齊了之後 你 每一個你通緝的人 又或者 不通緝的人 我沒有被人懸紅 但我肯定都在你拘捕名單裏面 你找齊了親朋戚友 你每一個反對派都用相同的方式 到最終 等於 全香港所有人 都繼續 讓你玩弄 這個情況跟現在根本沒有分別 你這樣的做法只不過使得更加多 原本 打算 留在香港 可能有很多種原因 可能是 在這裏找多幾年錢 又或者在這裏存錢 又或者因為 移民潮爆發了 現在有得升職 我在這裏做多幾年 找到 夠錢我就走了 除了令到更加多人 決定離開之外 我們完全 看不到到底 現在這一班 叫做香港的國安錄音機 到底 有甚麼要做 你行人止步的啦 陳國基 你學的 學習一下 陳茂波 陳茂波知道自己不會念咒 有得做這個 是行政長官 所以 陳茂波 完全沒有跟你 在陪众 國安的念咒 咒語 所以很精彩 他們表面上就是 實際上他們做的 是將 香港 所有 稍為 稍為 我沒有稱讚他們 稍為 沒有那麼瘋狂 稍為正常一點點的其他 官員全部趕走 變成了一班 國安的 錄音機 這件事 其實 大陸的官場一定看不過眼 我們這節也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並不停的 姿勢 比 是